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Chart Reader Club 中港股市近日急转直下 很多朋友还有玩中港股票 所以我特别做了这条影片 讲一下如何减少损失的方法 捞不捞底好,有什么看法 大家要留意,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验的分享 以及教学的用途,并非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证,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港股恒生指数近三天跌了11% 由6月高位跌了16% 恒生科技股指数只是最近三天跌了18% 中国护心300指数的跌幅都非常严重 中港大型科技股跌得很严重 整个市场的气氛都非常差 护心300指数是一个教科书式 倒转头的VCP突破走势 恒生指数不在高台上一样跳水 恒生科技股指数本身已经在低华的地带 都跑去跳水 你这个奸牙齿来的 中港股市的问题不是第一天说 很多人继续留乱在中港股市那里 主要原因是认为自己对这个市场比较熟悉 叫人买美股,人们总是说 美股隔山买牛,不要搞太多了 但大家想心一层,尤其住在香港的朋友 你对于Facebook,苹果,Google,Amazon,Netflix 甚至Tesla熟悉一些 还是对于京东,百度,贝殼,滴滴,美团,拼多多这些公司熟悉一些呢? 还有一个喜怒无常,一时一样,无从触摸 你完全不知道他想点的人,是不是难点相处呢? 这里带出第一个重点 如果有些东西,变幻是可以强度风险无从估计 那就最好不要参与了 这个原则对于减少损失是很重要的 中国的大型科技股,股价由年初开始已经开始大跌 股价非常之低残,其实通街都知道 是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买入机会呢? 这里就是个关键点 好似阿里巴巴这种 全世界都有无数分析员看着的大公司 为什么还会出现大便买呢? 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当然背后一定有个原因在 大型的资金,Smart Money 才会逃脱 契妈之前超级看好百度 以及一些中国的科技股,她最后都要逃脱 中国监管部门天天查这间,搞那间 今天不知道她明天玩哪科 风险无从估计 是她们大幅跑输美国同业的主要原因 包括我自己,在圈住这里 都觉得这些中国的科技股便宜到你不信 这一幅是MSCI中国指数的图表 这个指数很权重中国的科技股 我在圈住这个位置都曾经调查过 亦买过少少恒生科技股指数的ETF 即是这里,不过我很快就撤退 因为它的股价完全是上不到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5月的时候,你还可以说 美国的科技股都不升 它们都走弱 大家一起这么弱 到6、7月,美股的大型科技股 投机型的科技股都升得很厉害 但中国那些是完全上不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还要在阿里巴巴之内的一些股票 政府罚了什么 要罚多少钱,其实都已经知道了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一般这些消息明朗化之后 股价多数都会反弹回升 如果完全不升的话 就是还有些问题都没拿出来 是一个危险的警号 这个是Simply Wall Street 的网站 它对阿里巴巴的估值 市值相对估值低到三成 这一类的资讯其实是人尽皆知 如果是新手,这个take home message 一定要记住 这个信息就是 如果股票的估值低到个个都知道 还要大便宜卖给你 即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在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给smart money 更懂得评估这些风险 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给这些smart money 或者是资金红厚的机构投资者 知道更多的东西 众人皆醉我独省这件事 尽量不要去想 关于如何看待股值的问题 我在这一条patreon的专属影片 在当时美国大型科技股价很低残的时候 其实已经讲解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加入patreon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第二个重点就是 如果股价留在200天线以下越来 你就应该越担心 这一幅是阿里巴巴的图表 蓝色哈拉的地方是200天线 当股价在200天线之下越来 就表示这是一个越确认的长期下降趋势 一只股价会有好表现 财务和盈利健康都是好的股票 一般是不会留在200天线下面很久的 这一款是腾讯 5月开始在200天线附近9前 好的股票有时会出现200天线9前的状况 尤其是在大市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但是股票如果是好的话 之后会有好表现那一类的股票 它好快就会反弹 升回到200天线上面 并且不会再跌下去 如果它不单没有上回 而且跌回到200天线之下 还要久前非常之久 还要越跌越久,越跌越深 这个就是会出事的警号 这一只尾团也是 所以一出现这种情况 我首先会尽量不参与这类股票或资产 如果有货在手,我肯定会及早离场 如果在5-6月的时候 你没有处理这个状况 迟货到今天,去到今天 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教你怎样做 第三个重点是,就算你只是炒股 也不要只看一个市场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全球化 大约认识一下世界其他市场是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时间 至少都要看美国的市场 美国市场的交易量和市值都是全球最大 美国市场发生什么事 全世界都关事 而美国市场的表现 亦都是世界其他市场的标杆 大家看到,美国股市近一年不断攀升 而中国的股票是没有什么表现 横行甚至是向下 这种这样的背词 是任何参与中港股市的投资者 都要很留意的事 近十几年,美国标普500指数 最创新高 但中国的上证指数是横行十几年 现在还要在区间的下半部分 有人建议长线月供所谓的优质股票 或者月供大市的指数 甚至更精准,有人建议月供盈富基金 即恒生指数,买入并且长线持有 越跌越买,越跌越溝 这个策略是否可以呢? 但近十几年来,恒指都是横行 都没有说一定会亏,但没有什么回报 对比起美股,长线去月供 或者持有港股,或者中国的指数 大家自己想想这个策略会不会 这幅是日经指数近三十几年来的图表 这幅图是想告诉大家 不是什么地区的大市指数 或者是任何市场,长线都会赢钱 一个股票市场要长线不停创新高 要有好的回报,一定要包括图中这四个因素 包括实体的经济长期不断增长 这个地区的人口长期增长 优秀创新的企业背出 还有有高透明度的自由市场 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统计数字很难做 或者是不可靠 人口普查的数字也很难调查 又可以改来改去 或者今年的数字 和之前N年前的数字完全夹不到 还有,企业创新做不到 赚到钱的企业又会被整治 市场又不透明,又有很多政策直接干扰 甚至管制价格 这样市场的风险无从估计 无从估计的风险即是无限大 你绝对可以富贵险中球 但亦有机会输获金 帮不帮,要自己小心衡量 最后有很多朋友要求我讲国语 我的国语最多好过曹人超小小 不会比古天乐 我打算将一些旧片 重新录制国语的版本 如果收到超过100个留言 表示有兴趣 我就会请一个美声的声優 来帮我重复录制 如果有100个留言 我们就会帮大家重录之前的影片 是国语的版本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表示留言支持 好了,今天先说到Unlock 希望影片可以帮助大家 下次再见,拜拜